6月29日,于谦发文为即将举办的亚琛世界马术节打call 看到谦大爷发文,不少网友纷纷表示非常期待 也送上了祝福,期待于谦老师的马能得到一个好的名次 评论区的画风也有些跑偏 特别是谦大爷的小矮马引起网友们的关注 不少网友询问小矮马有没有参赛 毕竟那可是倾注了于老师骨血的 对于这些调侃,大家也见怪不怪 相声听多了,都会把舞台的杂卦带到了现实 估计郭德刚看了都要乐半天 当然了,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于谦老的马会经常出现在相声舞台 在德云社八马挂的节目中,就有一段掉到茶碗里的大白马 然后让徒弟说出为什么马会掉到茶碗里淹死 我一千多万,我买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 我太值得了,换你那锅锅,拿马换锅锅锅掉茶碗里淹死了 这个我同意你说的,因为这事我听了七八遍了 于谦对小动物是非常喜爱的 在他的马场内,除了高头骏马,小矮马之外,还养了不少别的小动物 以至于在舞台上,郭德刚都没有比过他 郭德刚说自己徒弟多,于谦说自家牲口多 郭德刚说徒弟优秀,拿不少奖,于谦也不含糊 直接表示自家牲口也拿不少奖 一来二去,郭德刚属实,没有在于谦这里占一点便宜 我徒弟多,我们家圣口多 我那个徒弟们有很多的荣誉,我那圣口都拿大奖 对于德云社粉丝如此,大家也是见怪不怪,相声听多了 这杂卦,调侃也就信手拈来了 特别是演员在舞台上说过的话 那是更容易被大家利用,出现在演员的动态下 在评论区被热议 也有不少网友非常喜欢谦大爷的生活态度 德云社有演出的时候就登台演出 没事的时候就在马场叫上几个好友 一起喝酒聊天 偶尔还能拍拍戏演演话剧 妥妥的人生赢家 特别是于谦老师在拍戏的时候老郭还亲自赶赴成都开专场 还称替于谦把关剧组的女演员们 从于谦对郭德刚的态度 以及郭德刚对于谦的态度 是可以感受到这老两口的相互关爱 在之前的采访中 于谦就曾讲过 郭德刚对自己是包容的 是非常照顾的 而于谦的心态 也是很多相声演员难以企及的 这也是这两位写手二十多年 拯救和和睦睦的原因所在